亚洲首富安巴尼和妻子以及小儿子 向师婆神像前程倒下牛奶祈福 象征豪奢婚礼马拉松终于即将迎来高潮 安巴尼的小儿子阿南特牵着美娇娘 两人在12号举行婚礼 美国名人金卡戴山已经抵达印度 传出贝克汉夫妻也有受邀 而英国歌手艾戴尔更可能在婚礼上表演 有人以为这场世纪婚礼早就落幕 其实情有可原 因为婚礼庆祝活动长达七个月 从2023年12月底求婚 1月举办订婚派对 3月再来个婚前派对 找来雷哈娜助政 接着5月远赴欧洲包邮轮开趴 请来的歌手也很大咖 是凯蒂佩瑞 安巴尼租股资产高达1170亿美金 当然娶媳妇也要回馈社会 7月回到印度替50对贫困夫妻 举办集体婚礼 再找来小贾斯丁现场 砸下1000万美金 约为3.2亿台币 而主遗事过后 周末还将举办盛大招待会 外媒估计7个月下来 花费高达6亿美金 约为185亿新台币 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 是这只占安巴尼财富的 0.5% 面对如此铺张的婚礼 印度民众反应良极 但不管如何疯狂 亚洲富豪家族办喜事 的确让全球聚焦印度 三立新闻上报道